我用君马架了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呢 目前是用它内建的版型 看起来呢非常的朴素 那我想加一些装饰品 让网站看起来比较活泼 这时候啊 我们必须先登录它的后台管理界面 登录之后呢 我们要先来下载 相对应的套件 我们来到扩充套件 管理 安装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透过已经下载的套件呢 把它上传上去 我们也可以呢 由资料夹安装 也可以由网址安装 那比较方便的方式呢 是这里 按这个 可以透过网站来安装 那用网站安装呢 它会帮你收集很多跟君马相关的套件 你可以在这边呢 透过一些分类 挑选你有兴趣的东西 那在这些套件呢 有很多符号 分别代表不同的意义 如果你看到前面有一个钱的符号 表示说这个套件必须要花钱才能使用 上面写C呢 表示说它有元件 有M呢是模组 有P呢是外挂 那这些呢 就是要把它装起来才会正常使用 好 我现在想要一个Banner Slide Show 它的分类呢 会是在Photos and Images 这边 然后呢 它的分类在Slide Show 这边有非常多 各式各样的Slide Show的套件 可以使用 好 那我现在挑选一个 我个人比较惯用的 当然有非常多好用的啦 那我先挑一个我个人惯用的Slide Show套件 好 那它在这边 好 那这个套件呢 我们点进来之后 发现它没有办法直接在这里安装哦 我们必须到它的网站 好 这边呢 去下载它的安装档 好 那我现在呢 进到它的网站了 好 那我们可以找到这里 好 那它是for什么 Gima第三版哦 我现在装的这个是第三版 刚好可以用 好 那我要把它下载下来 好 那它这边呢 告诉你说 它呢 有两样东西要下载 一个是什么 C是元件 M是模组 这两个都要下载 才有办法使用哦 好 我来点Download 那我们就把这两样东西都下载下来 还可以免费使用的 好 那我先来Download这个模组 存起来 好 Download这个元件也存起来 好 Download之后呢 我们回到后台 好 找到这个上传套件包档案 好 把刚刚下载下来的这两样东西呢 分别把它装上去 好 装上去都很快哦 好 装上去之后呢 我们会在元件的地方看到有多了一个刚刚我装的slideshow的选项 好 在这个模组的地方呢 也会多了一个slideshow的模组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slideshow的 套件的元件呢 先把它建好 好 我们先新增一个分类 上面这个是建分类 好 新增一个分类 叫什么呢 叫首页动画 那建完之后 我们就要储存关闭 好 你会在分类这边呢 看到一个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选择这里 来建这个首页动画里面的内容 好 那我就按新增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帮这个slideshow这个照片呢 取一个名称好了 我先取一个 好 动画 零零零 好 那分类呢 先确认是不是对的 有时候你slideshow有好几个 好 你要先确认一下分类是不是对的 OK 是他 好 那照片呢 我们来挑 好 如果你有自己做好的slideshow的图片 你可以透过这里来上传哦 好 那我先用他内建的图案哦 来 第一张图 好 写 储存 关闭 那再新增 第二张图 好 图片 我们再选一下 第二张 我们再选一下第二张 储存关闭 好 再加第三张 调一张图 好 那这样子呢 就建好了一个slideshow 好 我们刚建了一个分类 然后在这个分类底下呢 我们建了三张图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插进网页里面了 所以呢 我在这个扩充套件的模组底下 我们呢 好 我们可以用它原本已经插进来的模组哦 它现在状态是关闭的 就是不会有东西的 我也可以直接在这边新增一个新的slideshow的模组 好 那我先帮它取一个名称 好 再来呢 这个模组名称 我们通常哦 标题会让它隐藏 好 那位置呢 好 位置要放哪里哦 好 放的位置很重要啊 好 那待会呢 我们来确认一下放哪里 我们先不管它 来 在这个地方 好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先选择是哪一个slideshow的分类呢 好 那因为我刚刚只有建一个分类 所以我们就选它 再来宽高呢 这取决于你的图片的宽高 好 所以你的那个slideshow每一张图哦 宽高是要一样的 好 如果不知道哦 你可以先用预设 好 之后你再调整 也可以 好 那 在这个地方呢 是它的控制按钮 看要不要显示 好 我们先不做关闭的动作 先储存哦 好 那储存之后呢 你会发现哦 没有出现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我没有设位置啊 好 位置应该怎么设 我们在这个模组档案这边有个位置 位置要怎么设呢 好 我先退出来这个slideshow的编辑 我们来到布景的样式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套用的布景样式呢 是Protostar这一个 好 我现在用这个样式 所以呢 我在设定这个模组位置的时候呢 我这个位置啊 我要找到前面是写Protostar OK 好 这个是另外一个布景主题 所以我们要找到Protostar 那这个呢 就是Protostar它的 好 它的所有的位置 我们可以把它塞在这个相对应的地方 好 那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呢 叫做什么 广告看板 诶 这个地方应该是蛮适合 因为我们通常都不叫广告看板 Banner Slideshow是上什么 Banner 那我放这里 好 那我们再按一下储存 好 来到首页我刷一下画面 果然出现了 好 所以呢 这个Banner Slideshow就塞在这个位置 好 接下来哦 我会觉得说 这三个点很讨厌 怎么办 我们来后台哦 在这个 这个地方 控制的按钮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它关掉 好 好 那你可以关的东西有什么 好 这三个点 不只啦 看你几张图 一张图就一个点 三张图就三个点 好 还有这个左右的控制按钮 好 如果你都不要出现的话 你可以把它们关掉 再储存一下 好 刷一下画面 好 那就不见了 好 那你就会看到漂亮的图片 好 再来做切换 没有控制按钮 好 那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Banner Slideshow的设定 好 有没有学会呢 赶快试试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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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